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就跟着这个老师的这个步调先讲这个调节 那这个部分我想其实真的就是老师最后一句话 就是没有不能做的 如果你听完这个节报 你就会知道所有的方法都有了 所有的技术都有了 只是你要怎么去做 怎么样去进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老师一开场也讲说 重点是在执行 我如果把这两个简报讲完 你大概就会知道 真的所有的方法 所有技术 你要的工具都有了 可能你不知道 但是就是真真实实都存在的 但是今天的时间不是很长 我会所有的都点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会在这一个简报里面 你就会发现 这个简报本来都是技术性的 但是我会做了一些这个注解 但是这个注解当然也是希望说 你们可以真的就去落实去执行 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一个 本来这个是第二个这个讲词要讲的 那这里面我会提到几个 比较简单一点去讲完了 就是推电信用条件的问题探讨 那你节奏的对象跟特性 这个老师已经讲很多 每一个设备本身都有特性 但是重点是什么 你没有办法对各个设备做控制 你一条地理公司的责任是调溃线的电压 你怎么样调溃线的电压 让它达到最省能 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技术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可能你们可以在这里面去了解 当然我这个讲完以后 因为我对这个老师跟陈董是非常敬略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更细的 我都非常愿意跟台电 因为我跟台电也合作很多年 所有这些的技术资料我都可以提供 那技术是什么 那这个地方我改成降压 因为大部分是降压可以得到节能效果 少部分是深压 这个就要看特性 如果有一些专线 那个专线是不一样的性质那可能 所以我一开始比较广一点就讲调压节能 但是真正大部分包括美国做的都是调压节能 包括事实基础 包括这个节能潜力评估 另外连台湾的系统我们都有做 但是我们都是做假设 是用台湾的参数 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到台湾能不能做 当然可以做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那么的精准 因为我没有台电的这个非常细的资料 所以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调压节能问题的谈讨 为何要做呢 如何做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 这里面啊 刚刚老师有一直提到尖峰的时候 我们调压节能大概我们会从两个方向去着手 有一个是短期的 短期就是我要把这个尖峰去一滴 这个一滴啊 有一些可能是已经偏离这个正常供电的范围 但是你为了紧急 所以你要把它调压 调压去之后 但是这个部分我记得好像台电也有在做 目前在尖峰的时候我利用调压 但是那个调压的结果你是不能持续太久 持续太久你可能是违反法规的规定 但是当然在那个时间你去调压 如果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合理的范围去调 它还是有相当的这个范围是可以调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 我怎么样去节纳 我怎么样在一天24小时里面去做调压 调压的结果 如果以目前的研究报告 美国能源部的研究报告 大概是3-5%都跑不掉 如果你要做得好一点 你三项不平衡你要做 因为如果你三项很不平衡 结果你就会发现你电压的涨幅就大了 从这个变电所出来的第一个用户 一直到最后一个用户 你的电压都要合格 都要合格 如果你三项都很平衡 你就会发现它转幅变小 你的调压空间就大 所以你的效果当然就会更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从这个3往上调 你大概就是连三项不平衡都要改善 不然一般你做到一做到二就跟老师讲 你现在就去做 你一到二我相信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做得更好 更细 更僵 那当然就需要 要有这个三项也要去做 那这个部分我刚刚讲说 南的地方就是在沿路 都有负载 每一个负载特性不一样 说明这条桂线是混合的 它不是只有住载 它也有工业也有商业 用电特性都不一样 用电时机都不一样 所以我怎么样去做 这个也是都是可以去探讨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 这个调压的对象与性质 这个你要先搞懂 如果你不懂 你就随便去调 你可能说不定了 你是调错的 你可能让电压偏离这个法规规定的范围 或者说什么 你得到反效果 所以调压的节能的对象 性质 耗电量 节能潜力 投资成本 节能效益才可以动手 这些你要去了解 你才知道怎么动手 你要针对大的量 或者是它耗电量本身就大的 或者是数量很多的 这些部分 去看它的特性 一定要掌握 其他非常小的部分 对电力公司来讲 你做调压 它可能不是重点 它可能没有影响 所以这部分就是 假设你细的来做的话 你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也就代表说 你的了解是要全部 了解得非常清楚以后 你才知道怎么做 接着我们就来看 配电亏限的种类跟特性 因为台电也有很多种 配电的亏限 像刚刚老师讲的 纽约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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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如果你的电压做了调整,你往下调,你就会发现变压器的填损绝对是降低的 因为变压器的损失有填损跟铜损,那铁损是跟频率有关,跟什么?跟电压有关 当然也跟温度有关,但是你可以调的就是电压 那这个铜损的部分,或者包括线路损失的部分,就是跟电流平方成正比 所以如果同样送的电,但是你三项不平衡,你就会发现三项加起来结果,它就会比较大 另外就是时间,时间也是,时间越长当,损失就越大 所以如果你的变压器有很多台,都摆在那边,这个负载率都很低 那你就会发现它就一直在耗电 那如果你在前端,假设有六台变压器,你晚上只用两台,只用三台 你其他几台把前端一次次都切掉,就代表你的铜损,你的铜损就会被你切掉 所以这几个,这个式子是非常简单,但是你要去看这些的意义 当然这个就是保线的粗细啦,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这里,这个网络结构是多种多样 有长有短,有共用专供,专供它的特性说明会比较微,你也要掌握到 对内调会线应该怎么样? 调压 那负载形态,有工业商业住宅,办公室农业,但是混合可能是比较多的 你必须要掌握这个特性 线路损失跟什么有关啊,这个变压器跟什么有关啊,这些 那用电的耗能主要就是随着外加的电压频率跟这个温度在改变 但是电压就是电力公司要控制的啦 那如果是对个别的设备的话,很简单 我可以做视性控制,我可以调频 现在很多的冰水主机啦,这个都是用调频 所以调频跟没有调频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个耗能量是非常大 但是如果对整条亏线来讲,就是你们配电处这些供电处这些来讲 最可行的就是调压,调压,频率其实你也没办法扶载 那这一条一般的亏线,就是一般的亏线不是特殊的,都是降低电压 那就可以让负载用电耗能减少,不是损失减少 那损失你本来,如果以台电宣称你是3点多,那损失减少30%其实也不多 但是这个是耗能减少 也就代表说你是用电量减少,那整个台电一天的用电量都说你往下降3% 你就会发现这个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调压节能是结在什么 是负载的用电耗能,不是损失的再降低 但是每一条亏线还有它的负载都不一样啊,那这个节能效果就不一样啊 所以你必须要针对每一条亏线,都要做最实的去控制 从头到尾,你都要知道说到底它,因为这点电压跟这点电压跟这点电压都不一样嘛 但是整条亏线你是有责任是维持在法规,电业法规定的范围 你不能过低,不能过高,过高过低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你怎么样让整条亏线,然后又考虑到那么多的因素 但是你真正耗电不影响,不是说我要把负载切掉,这些都不用 你只要做条,就可以降低耗能 所以亏线沿线每一个负载引接点的电压都不一样 负载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技术所在 但是你如果再往里面一点看,就是我看到就是老师讲low window 也就代表说我再细看,因为你调压最终影响的就是用户的这些用电设备 那这些用电设备有冷气,有冰箱,有电视,有音响,有照明 很多在家里面都有,那我们的电从这个surfdrop进来,这个进屋线进来 进来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就供到这些来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设备,但是你怎么样让供给它的电压 能够让它的耗电降低,但是不影响它的功能效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但是不是只有一户 沿线可能是上百户上千户 所以这个就是电力公司必须要有这个技术 但是你要得到的是最终综合的最大量,不是哪一家用户的最大量 前端靠近便电的时候,这个节能最好,末端反而不节能 那个就不是你要的,你要的就是整条溃线 经过你调压以后,你整条溃线得到的结果是最好的 但是在这里面我也要特别提的,如果你现在就去了解 将来你就会更有机会,能够掌握得更好 如果你现在不做,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 你会发现用电的器具是越来越多元,特性也非常差异,非常大 所以你必须要随着时间去掌握 像我们的冷气机,因为我也是经济部节能标章的审议委员 我们审议了非常七十几种的电器 那这些电器当然就是本原则就是量多的,炮电量大的,我们都有 那空调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改善CSPF 就是从去年开始就实施了,也就代表是考虑集结性的因素在里面 这样才是比较符合节能的争议,不是只看一个点 那在这里面,我要特别提醒,这个是要让团队知道 就是因为你的电压调整,你电压控制的不好 你可能让用户的用电量增加,它缴的电费是会增加的 如果你控制的好,那用户反而缴的钱少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这边就是要特别提醒这个省慎僵尸 就是你对电压的控制,虽然你可能是合法的 你是在电压法规定的范围之内 但是你控制的不好,你就要让他们多交电费 控制的好,他们电费就少交了 但是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要去做了,你在你的技术上本来就是应该可以克服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去做的话,我认为这个事就不应该 那这个部分我都是用以美国为例了 其实我也呼应老师讲,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电器 我们到底耗电量多少呢,我们其实是应该要去调查 那能源机有一些资料,台电当然也应该更容易去掌握 这个耗电量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要知道,这个比如说冷气机耗电量很大 用电时间最长的,比如说冰箱这些,我都要去掌握 到底整个年来算的话,每一天用几小时 然后总共有几天每个月用多少,然后全年耗电是多少 如果你掌握这一个,那将来你的对象要更清楚 你就知道我要先对哪一个设备它对电压的影响 对受电压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这样的话你掌握到对象,将来你做调压节能 你做的会更精准 然后这一个是每一个用电器器的瓦特数 这个也是用美国为例 但是有很多是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更新 那后面我会跟你们讲,你要怎么样去做 你看我如果把,这个都是美国统计的意思 他们都有非常多资料,但是我们可能就是缺乏这一个 如果有了这些资料的话,我们当然跟它不一样 你看它这边有这个Water Kit,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一个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台电非常清楚掌握状况是什么 台湾的用电状况是什么 耗电最多的是在哪里 清清楚楚 那接着就是要掌握它的特性 接着我就可以采取行动做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做这个效益的评估 然后再下来采取行动 那接着我就来讲这个调压节能的技术 这里面技术,我们有画很多的图 其实这些都有,包括 你用手动也可以,你掌握得非常清楚 你有这个知识,你也知道你自己溃线的 整个沿线的电压,你就可以控制了 但是呢,你也可以做到自动 有很多设备都已经出来了 都可以去侦测,都可以去调压 都没有问题,怎么样先做虚空控制 控制完再做电压控制 这个都是,已经都是现成的技术 所以这里面我会简单去讲说 理论是什么,技术是什么方法,效益,定位 都要先确立,你就知道 那我应该怎么做,哪一个先做 哪一条灰线先做 那你就会发现,那我们先看 用电器去结论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就是电压控制 那这个部分呢,就只有台电可以做了 用户自己做,就太浪费钱了 每一个小设备都要去控制 送进来的电压又是台电在控制 它就随着你在控制 那是没有效益的,但是它可以做变品控制 但是主要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配电系统和汇线 就代表这个部分呢 就是由电力公司来做了 其他部分,当然就是他们自己可以去做了 那这个部分我是讲一个概念 讲一个概念,我只是用一个灯泡在这边 你就会发现,这个灯泡在这边 如果我把电压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它就开始耗电了 如果我是100瓦的,我加了核定电压进来 它就耗100瓦 如果我加的是1.1 好,1.1当然是不会了 我只是举例,你正好算 如果是1.1,也就代表说电压加了10% 它的耗电就增加21% 如果我电压降低10%就是0.9 99,81就是0.81 这代表它耗电减少19%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因为电动泡就是R 但是每一个设备都不一样 所以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 这个只是跟你讲 这个是跟电流有关,跟电压有关 那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它 其实不顺过容易 不顺过容易,其实有些是可以测试的 后面我们会讲美国怎么去做 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依照这个用电器具的种类 性质这一些啊 这个问题是蛮复杂的 那当然减少时间一定是可以 你把灯关掉,那当然就不会耗电了 但是我们如果以电机工程 是以电力公司的立场来讲 其实这个是不应该做的 它要用它就应该去用 但是我要用这个技术 用工程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接着就是降下检了 我们从便电所出发 经过电压器一直往后送 往后送每一个点 你就会发现 因为电流往这边流嘛 每一点的电压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的这个 这个是瓦克素 这边是电压 你电压一般的 这是代表性的 如果我把电压往上调升的话 电压越高,它的耗盘就越大 但是它是不是需要那么 譬如说电动炮好了 我是不是需要那么大的亮度呢 亮度增加了 但是你就会发现它松一点减少 那有很多它是跟这个 这个效能没有什么关系 你电压往下降 它的效能不会有什么减低的 那每一个特性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我怎么样掌握 我整条溃线的电压 是在我可控的范围 那你看到这里 这边是一条溃线的示意图 那这边有一个负载引接点 这是第一个变压器 引出来以后 这边有用户 一直沿线可能是 以台湾来讲 可能是4公里 5公里 10公里 20公里 但是美国真的是有60公里 更长的也有 但是从头到尾 如果是越长 那就越不容易控制 所以说不定在中间 你就要做这个 这个调压的设备了 但是台湾可能有一些地方 大概都还不用 那我整条溃线 从头到尾 第一个用户 到最后一个用户 最后这个变压器 接了很多用户 但是这边有 升线进来以后 这个可以说是 最末端的那个用户 这个用户 要在合格的范围 这个用户的电压 也要在合格的范围 所以它最终 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点 但是这两个点 如果都在合格的范围 我就要去控制它 如果这个涨幅不大 我就尽量往下压 如果涨幅太大 你就不能往下压太多了 因为这边可能就会掉下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 这个 如果以配电处来讲 你必须要去 有这个专业 有这个知识也要去做 你才可以去掌握这些点 所以从第一个用户 到最后一个用户 电压到合格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如果现在这一个都没有办法掌握 你将来更难掌握 因为什么 因为中间可能有什么 有PV进来的 小型风力发电机进来的 将来还会有储能系统进来的 你就会发现 已经不是最末端的电压是最低的 所以中间某一些点的电压是最低的 它的Power Flow方向已经不是从头到尾 那将来可能也是从用户往这边送的 我们都允许这个PV式逆送 还可以逆送到输电系统 所以你在现在 如果你现在即时可以去做 将来增加的这些问题 虽然困难度高 你还是会有能力的 所以我也是希望 如果你现在就可以进来 你就应该要去做 那这个困线沿线的电压展幅越大的话 你的控制空间就越小 如果这一点跟这一点已经拉得很宽了 因为我们就是正负5% 那你就已经被占掉了 你就没办法 所以你这一个部分 有几个方法 当然三项不平 你要改善电压降 如果从这里到这里的电压降太高 展幅就大了 所以怎么样让你的电压降低 三项不平衡 三项不平衡 就代表这边有三个电压 都不平衡 而这个A项降很低 那当然转速又变大了 所以虚工率 虚工率 因为我们的配电系统 输电系统大概虚工是最重要的 影响电压最重要 虚工就跟电压是直接关 但是到了配电 虚工影响很大 但是实工也影响很大 因为这个线路上是R加JS 这个S不是比R达到什么十倍二十倍 所以实工虚工都有影响 所以虚工要控制 三项不平要控制 你这样子的话 你西部亚的发挥空间就会更大 但是这些问题 我刚刚我一开始开讲我就讲 我这边会加了一些注解 当然这部分只是提醒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讲台电目前是百费代局 就代表你要从头做了 你要开始做了 不然的话 永远都是百费 永远都是代局 那这一个是我们 美国NC的CBus.1 它有规定 你的电压范围应该在哪里 utility service范围应该在哪里 都有 都有 但是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调压节能 我一般正常的 在美国做了很多调查 它一般的正常电压是在这里 但是呢 你如果透过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宽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做了什么 做了这个 这个三效不平衡的改善 做了虚空的改善 我让我的电压降低了 降低以后范围变窄 变窄以后 然后我把它压到底下来 压到后端 还是在合格的范围 这样子的话 你就结能了 你就可以结3% 结5%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也就代表说 我们原来typical的 这个都不是台湾的 但是台湾我知道 有一些地区的电压是 是 是非常 就是到了 晚上清展是非常高的 高速 说不定已经是不合格了 那 一般的范围是在这里 但是我们的CV 是要压在这里 压在这里 但是都是在符合的范围 你就会发现 这个溃线 从最前端到最末端 如果它的展幅真的不大的话 哇 我就把整条溃线压到这里来 你就会发现 这个沿线不是都挂了负载吗 每一个负载都会耗电吗 每一个负载的电压都会下降吗 你就会发现 它的耗能就一直 就降低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 但是对每一条溃线 这个值都不一样 每一条溃线电压展幅都不一样 前端、后端、距离都不一样 但是呢 如果是路会型的 可能只有4公里、5公里而已 哇 这个电压价都不大 那调压空间更大 但是如果到了郊区 那你当然还要再花其他的功夫了 才可以做出更好的效果 但是在多汇区 是非常容易去做的 那这里面啊 这是CVR的利益 正是美国的观点 那我这边写了美国的观点 我是写了台湾的愿景 是因为台湾还没有做 我只把它当做愿景 如果做了以后 说不定你也同样可以得到这个效果 那第一个就是老实讲 我怎么样让尖峰的负载量降低 降低 当然效果就很好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倍转容量 掉到6%以下的 以前是很少见的 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减少电力变压性跟配件性路的损耗 减少燃料的耗用量 减少碳排放 增加社会复制 那台湾如果实施 我就讲这个虽然我选的是愿景 但是如果你去做 你大概也同样会得到这个结果了 那你看到这边 红色的线是没有做的 然后绿色的线就是什么 就是调压节能的效果 你不要看到这个距离是很小 但是你去看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如果再乘上你的 整个公司的一天的炮 你就会发现1%就已经不得了 2% 3%当然是更不得了 所以这一个值 当然潜力 台湾我有做 用台湾的参数做 但是我没有去提整个台湾 将来真正有多少潜力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要对事实 对基础 对台电的亏限 有非常清楚的掌握 才能够讲出说 具体上应该是多少 但是这个怎么做 在这边我是比较重视的 然后事实基础是什么 你看到白志登 他的时工就是跟电压成正义 这个是虚空 虚空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以白志登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ZIP 如果以最精确的做法 就是老师讲的 就是Low Window 我对一个用户里面 他用了电视多少 冰箱多少 冷气多少 每一个东西我都非常清楚 那当然每一个东西随着电压的变化 我都非常清楚 那他组成几个percent 用电时间几percent 那我就可以算出来 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去计算 但是呢 就算目前为止的话 大家都非常困难 因为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就跟刚刚陈朝日做的 也讲的那个部分一样 他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去调查分析 那后面我会跟各位讲说 到底你要怎么去做调查分析 那你就会发现 因为现在都是用GIP做的 美国都是用GIP做的 就代表说 在特性上 他可能有57%是Constancy的model 他可能有42%是Constant Current的部分 那只有0.3级是属于Constant Powell Constant Powell就代表他不会随便要再改变 不会随便要再改变 这两个都会随便要再改变 如果以这个来讲 在美国做出来的 假设以75瓦特的白智能来讲 他是这一个ZIP 一经显示器你就会发现 他也有影响 定要调高 他也会有影响 但是比较小 比较小 那虚空的部分测出来是这一个 你看到他的特性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一个是CFL 你就会发现这个就很明显 所以你必须要对这个非常清楚 你台湾的用电的情况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非常本土非常用心的去做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 我们也讲把它摆在事实里面 也就是要说你去看这一个 如果未来 你现在假设你现在不做 其实现在的状况已经是 已经是 都是往上飘了 在末端已经到了晚上了 已经是往上飘了 在某一些溃线 如果我装了一些PV 装了某一些 连白天都飘了 都往上飘 你就会发现 这个地域怎么全部都往上飘 都已经是什么 都已经是他在发电 但是有很多家里的用电 用电量是增加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PV进来以后 让末端电压调高 调高以后 他拼命发电 结果用户的电是一直在增加 因为电压变高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人家在赚钱 你家是在帮 是在出钱的 因为你电压高 你的用电增加了 但是如果我们有了CV 你就会发现 我就可以把 他压 虽然可能在PV的范围里面 我还没有那么大能力 全部压到更低的 但是你就会发现 这个明显 都是非常高 这个效果 将来如果真正有PV进来 让你溃性的电压掌控的不好 让你的损失变大 这个根本不是用电量增加 是因为PV这些关系 那你就会发现 透过这个 你得到效果 将来我相信 有可能会超过5% 有可能会超过5% 所以 但是这个部分都要去做了 那我接下来就是讲潜力 因为这个 这个讲义 我不会讲太多 食物上怎么样装 电杆上怎么装 这些人家怎么做 但是这一个概念 其实都非常清楚 这一个是 美国的很多条会线 DOE做的 其实它的负载 那状况是这个样子 你就会发现 每一条亏线状况都不一样 同一天 负载量都不一样 大大小小 台湾当然也不例外 有大有小 所以 你都要个别去处理 有大有小 特性也不一样 共的 可能是工业有住宅 也有混合的都有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末端的电压 亏线末端 因为这个部分 还比较偏是辐射状 那未来就更复杂了 更复杂 就不是只有辐射 辐射状 做过端电压一般是 变化最大的 那你可以发现 如果没有CVR 你就会发现它的电压 ABC三项电压 你可以看得到非常明显的差 你会看到这边ABC 这个电压都是 往这边真飘 那都不一样 每一条颗线都不一样 但是三项也不平衡 那接着 他就做了实验 我把它做CVR 但是这个CVR是包括什么 包括做三项不平改善 那你就会发现 看到这个三项不平衡 都变得非常平衡 刚刚有高有低 你就会发现 是不是全部都 会压在这个范围 都会压在 很 当然不是每一条线 都压在同样的范围 但是往下压的结果 你本来都是126在这些范围 但是他都压在比较低的范围 ABC三项也很平衡 也很平衡 也很平衡 就代表已经是节能 电压又往下降 当然又在节能 所以你怎么样得到3% 怎么样得到5% 就在这里来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末端的电压 这个没有CVR的平均电压 三项 那有 你看到平均电压就更好 个别时间的电压一直在接动 但如果用平均来看 哇 我用了这个去做以后 是更佳的 那到底他耗能减省多少呢 这个是真正的量 多少度电 这个负就代表 减省多少度电 那只有一条溃线是增加的 因为那条溃线比较特殊 其他的呢 有效果好的 有效果低的 当然就是因为 他以下的这个性质也不一样 如果 美国 DOE对这些溃线 再去更深入一点 你就会发现 他是用统一的做法 得到这个效果 如果你对个别溃线 个别去处理 我相信这些线都会跑出来 都会跑出来 因为你对它掌握了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他做的这三十几条溃线的结果 大概0.5到4个%之间只有一条溃线 是会不减反增 大概节能的范围是在这里 那全年负载量变化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 这个大概是在这里 全年各个月份 负载减少量都是很稳定 也就要如果以美国 在台湾就 我相信应该 说不定比它更稳定 因为台湾的四季不是那么分明 它有冬天有夏天 用的负载都不一样 如果用这种方法都可以做到 每一个月的效果都那么好 当然我们可能是会更加才对 那这个是损失 损失量的变化你不用看 虽然也有一些值 但是这个值是变成是占不出来的 因为你负载降低了 电流减少了 当然损失就会降低 但是这个损失降低量 反而不是 主要是因为三项平衡改善 包括负载降低的结果 那这个是变化率 然后这个是单一负载做一些比较 你看看总负载的变化是很大 就代表我们降低的是耗能 损失的变化是比较小 那是因为我做了三项不平衡改善 做了负载 因为你耗电量降低 你损失也跟着降低 那这个是台湾的例子 但是我要特别讲 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对台湾的 会比较有感觉 我就做一个 这个台湾亏限用台湾亏限的参数 来做的模拟 模拟的结果 但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假设 包括ZIP的假设 包括负载量的假设 这些 所以我这个地方只仅供参考 那仅供参考 你看到这一个是真正的 真正的 这一个溃线 我们用的溃线 这个溃线里面 我们就把它 摆了负载 但是我把它做混合 溃线原线的数量多 种类不同 然后特性也不异 需求时间也不一样 就是用电的需求时间也不一样 而且溃线原线的电压是不均匀的 随着时间在变化 然后你必须要掌握日、周、月的变化 因为它是Daddy Law Curve 每天都不一样 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你怎么样 你如果能够有效掌握 你就可以做到最佳的控制 学理、方法、技术并不困难 只是复杂 不困难 但是它是有点复杂 那你必须要有系统 依照方法 按照程序的去量色、分析、模拟、评估 然后接着就去试办 然后继续扩大推广 然后后面我们就会讲 我们的模型 本来应该是用这个 最佳的、最理想就是用负载窗 但是我也是因为没有 因为现在的设备已经跟以前差太多 那我在这个节能标章、省业委员会计审 所有的设备靠能跟以前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这个节能标章 通过拿到节能标章 它的这个产品 大概都是在3%之内 它的这个标准 都是比能源执行要好 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后来是用了VIP的模型 来对台湾的做这个模拟分析 那分析的结果 你就会发现这个是节能占比 有CVR 你就会发现占比大概多少 2%到3% 跟美国的做出来结果是差距不大的 差距不大 我刚刚秀的是架空的部分 如果是地下怎么样 因为台湾的地下电脑也很多 那你就会发现架空的情况 有一些是一点多 工作日 礼拜六礼拜天 春夏秋冬都做 因为真的是春夏秋冬都不一样 用电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都做出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的这个结果里面也有很好的 3点多的 但是我讲说这个只是供参考 你看一下 这个是夏天 这个Weed Day的情况 20公里的加工线 如果有一千个用户 那我做出来的效果 红线的部分是有CVR的部分 那如果是冬天的星期六 那我们做出来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这是五公里的状况 但是你做出来以后 你怎么样去评估效益呢 台电可能被国营会 或者是这个国发会这些做管制 可能常常提计划 或者到董事会都要做效益评估 效益评估 因为你的损失每一天都不一样 春夏秋冬都不一样 礼拜六礼拜天跟一二三四五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把它做一个评估 就是我用每一天的daily law curve 不管你是你的住宅工业商业 我用这个去分 然后每一个用标准的daily law curve去算 然后把春夏秋冬去算 把这个什么 这个一二三四五 Weed Day跟礼拜六礼拜天分开 分三个模型再去算 上完每一天的上完 然后就看一个礼拜多少 一个礼拜上完就算一个月的 一个月上完全部加钱就是一年的效益 那这个一年效益的结果 你就会发现 当我这边要特别提醒 这个都是盖估的 那我们的节能占品是多少 春夏秋冬这个是多少 然后这个结果是多少 那我重点是在这里 你看到这个都是盖估 但是你就会发现 这个年的节能量会到这个那么大 节能力是2.8 这个是做一条会线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如果去换算成这个CO2减量 你就会发现 这个就非常可观 我发表在Annegan Building 有一篇论文 我想说住家里面 如果照我的设计的方法去做配线 即使照我的设计去配线 只省什么 只省1% 但是这个1%是非常可观的 你不用开关 不用做任何东西 你不用买这个智慧的家电 你就省1% 因为我是用配线设计的 那这1%呢 假设新的住家去做 一年假设5万户 第二年是不是变成10万户 第三年变成15万户 这样去算起来 在他的生命周期里面 40年到50年 你就会发现 那1%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我也要 让你们知道说 将来你要做这一个 你有什么基础 你有什么利基 你怎么样去论述 怎么样跟高层讲 怎么样跟上级的这个单位讲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到底有多少利基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评估 我会认为说 你只要能够讲得出来 基础非常清楚 参数非常清楚 很少人会不同意的 因为你事实都在 是有好处的 是有效益的 但是这个部分 我是做了 比较简略的报告 偏这个技术性的 我比较少 但是上一个 在等到三校部分 我也会用这种概念去讲 但是我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里面我做一个结语 可做该做 其实本来我是不想写这些 只是配合老师跟陈董 一直在苦口佛心 一直在讲 可做该做 越早做越早后遇 而且持续累积 力滚力 那接着现在不做 未来也要做 未来一定要做智慧电话 更复杂更难 你没有办法一步登天 你现在就做 将来一步一步 不要被老师批评说 做智慧电话都是做假的 你如果从头开始做 是真的是可以 可以节能 然后有智慧 可以节更多的能 因为智慧电话 也是在整个国际组织里面 认为是 智能减碳重要的工具之一 就是智慧电话 但是不是一步登天 你基础没有打稳 你智慧电话是空的 好 谢谢 我就先讲到这里 看大家如果有些活动力都可以 你可以省2.88吗 对对对 就算省3%好了 3%可以一年省11度 那等于这个 这些用户大概有 有300亿度吧 对不对 300亿度的3%大概9亿度 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母数是一年要用到300亿度的电 这个 这个 那这个可能是有点错 要从这边去加啦 那一千户不能用到300亿度 从这边去加啦 从这边去加的结果 就可以知道 我可以check一下啦 你可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前面有写啊 我前面有写说 这个是 %比较重要啦 对对对 那个值 因为全部都是假设 %比较重要 %从头加到尾 都是2点多到3 但是到底你能够结多少 那我就是推估的问题 那我要推估到全省 那就要有一个基础啦 但是如果你用 刚刚我讲说 譬如说你们现在的用电视 都好 我们现在是2000亿度 2000亿度 是不是 2000亿度 如果你去算3% 就不得了 但是你讲的这个应该算是配电线 配电线 配电线 重点在配电嘛 当然是配电 因为配电控制就是相对就到用户嘛 你输电是没有用的 因为配电溃线控制以后 就影响到用户的电压 那用户的电压一条 你3%跑得掉 我讲说美国是3到5%跑得掉了 但是我们重点是你的 在这里 数据都是研究概括 重点在节能的耗能节省率 节省率 就代表你到底是减几个% 那你就知道你现在耗能多少 你用这个比例去算 你就知道它的量是多大 是非常大的 好 开始 谢谢 我要注意点补处说明 这个是英文中文的变化 我好像有一点confused 这里谈奖押 实际上 我们这个 这个讲价是说标准电压100亿 原则上 你讲是说 你送到用户那里去 100到125 也许 就是plus minus 5或者6个% 这个範围都是正常的 并不是说 我送到你 我送到你家就是100亿 所以我们普通讲 这个电力公司送电给你 送到这个range都是合理的 所以电力公司 不管是100到125 这是就是我们一直讲 那现在就是这关键就是什么 我要更进一步 这个电力公司啊 这个送电啊 要尽最大的努力 使用户啊 用的最有效 这个东西 换句话说 要给电力公司更加大的压力的 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进步了 所以该送多少就送多少 而不给你 不是说是 还像重建一样 关键 我就是送这个bite 我就说ok 我管你那个有没有效 并且啊 普通一般的电力公司啊 是私人的 他做的有效 他反而要花很多精力 他还要花本钱 他电费还要少收 呵呵 这划不来 所以美国的私人电力公司啊 不愿意做这种事情的 那是 后来 讲的这个时代改变的 所以啊 比方美国每一个州 像Texus有很多很多电力公司了 这个州政府啊 要watch 看你这个经营的人啊 是不是追应得好 追应得不好 你那个对上的人就给换了 所以给压力 所以所谓CVR 所以降压 我就是讲加两个字 并不是说是 我把电压就 就降得很低叫做降压 降压 换句话说 在most of time 在大部分的时间 也许电压低一点的时候 靠近那个低端啊 比靠近高端 要省电 更加 而在 好听 我要emphasis 这并不是讲 在台湾啊 在监峰的时候啊 你要去降压 我相信不是的 在监峰的时候 你们最大的冷气机是什么啊 最大的购物 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是冷气机 所以那个时候电压应该是偏高 而普通这个时候 你们电压是偏低 照你们的想法 我电压公司要送什么就送什么 因为我还是合法的 晚上的时候 应该低 它反而高 那电压公司说 我总在这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我就是 我合法 我就送这个 不假设你现在真正讲 我们要再讲得清楚一点 这个 现在要做什么 就是说 今天 以后这些两个月要干什么 有一些你在催淀嘛 那马上要做的就是说什么 你讲得再简单一点 你讲得还讲得比较多了 发布比较广了 目前要做的 怎么样调你变安心的tap 我就是要你每一个中间调一次 怎么调 里面又动作倒筋 怎么调 现在是 我说 接人当中是一个最大的标题了 我们当然要接人了 但是目前的话 要背负这个尖锋 比什么都重要啊 现在 你没有办法处理你平衡的事情 不是另一天可以解决的 但是 即使现在这个样子 我就说 你这个tap 每一个老师告诉你 你现在这个tap 每一个终点 假如在不同的position 基本上用电是不一样的 那我要challenge你的是什么 你认为现在应该是什么position 你至少一个中间 你至少一个中间 要再想一次 你用各种办法来摧验 这个是不是可疑 但是 我还是在这个volting range以内 对哦 我并没有叫你去超过这个volting range 事实上 你现在做的基本讲 这是你们 本来就是 但是我要你更聪明 这个聪明啊 假设你现在不能自动 那你就 靠你们这些人啊 你自然脑筋想一想的话 也许你们那个这般的人啊 什么无人类啊 应该变成有人啊 多一个人家是会 省一个很能变成的话 难道还不接得住吗 这个 怎么调 哎 要用你们脑筋的 你要想想看 你这条线上啊 现在不求 就是有了这种观念以后 就晓得 我 我每一个type的position啊 实际上用电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 所以 我们这里面谈到降压降压 不要把它 interpret 我是就把电压就是 人家放下降压 还是没有叫你降压 我实际上就还是在这个loading的范围里面以内 所以 不过 如果整体上讲 一年四季讲 你原则上大概你的电压 往低低那个方面维持 是比在高的方面维持 一般讲你会省电 所谓这个省电 大概 我们说三个percent 这个大概东南西北 大概这个 三个percent 你说 三个percent不多 三个percent就是一个团面上 你们团面上一个人也不够三个percent 这就是我讲大分架 但是在尖锋的时候更加重要了 尖锋的时候更加重要了 就是你现在说台电缺电 你省一个海水电压你就不缺电了嘛 所以难道 也许你们有三个可能 这个 你们现在的tap sitting在哪里 你能说你是色彩的最好吗 你敢讲你这个是最好的色彩吗 你根本没有philosopher嘛 我现在给你一个philosopher 你去住 你难道会住个坑坏吗 我也不相信 你会做得最好 我也认为不可能 但是你会有进步 我认为这是绝对可能 那这样子怎么做 诶 怎么做啊 不是上面人晓得 我告诉你 你们才晓得 你们自然 你们有经验根据 你们什么 必须你们会努力去追求 哦 我现在想要什么 什么什么 比如我会想到 哦 如果我这里多装样什么东西 也许我会打成我这个东西 我是听到说你们这个tap很多了 所以我就想到 纽约了 纽约是tap最多的了 所以纽约是一定要布置很多reactor的了 将来假之 就是你们现在有能力真正在computer把你所有的这条线啊 全体生命类得起来 我认为生命类得要到每一个用户啊 现在纽约的电视公司 这是基本是我们替它做的啊 是 规矩就是 这是全世界我们是第一个替它做出来这一套东西啊 所以现在它是到每一家啊 它收到电费以后 你每一家的data都不一样了 它马上 所以你们的电费 电费就是load的一个最好的data嘛 你们收到电费 这个电费的data 就能reflect到工程上去 糟糕你你的电费一收 然后 马上reflect到到load 马上根据上个月的load的这个情况 它马上可以predict 你现在这个时间 你的用户有什么情况 也许不准 但是对工程上的应用足够足够 我们做了以后 用这种办法做了以后 纽约电的公司那个时候 他们不给我们知道的了 它花了 请Western House 人 专门去量 各个地方的data 然后 所以我们这个south 出来的data 几乎一时一样 我告诉你 其实也不需要一时一样 在工程上的应用 是足够足够了 所以 在长期讲 我认为像存在 像自己人都在这里 这个 你们每一根线上 去到所有的用户 基本上所有account number 要重新换国 你account number 要associate 哪个币业器 哪一条线 哪一个substation 所以从account number 那马上就找到你在哪里 马上在confirm里面 晓得你在 你在这个 什么地方 你data 马上出来 这data 完全是根据你 你一年用别的情况 一 两年用别的情况 你上个月用别的情况 用这种统计的办法 完全可以把你预测 你所有的东西 然后可以马上看起来 你一亏不能所用的地方 我上次听到你们报告说 你们配电用的变压器 就像什么 可以滴到这个十几个person 开玩笑啊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data的程度来接待 大家都做成这里 普通的话 在美国的话 这个所谓transform management program 我们 这个transform的回账 像他这个样子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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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容量 需要容量的地方 不需要容量的地方 签索要兑换 怎么样 怎么样 这种 没有签索再会烧掉了 因为什么 说之前他脑装告诉你 什么 纽约在地底下 他马上想到多少的transform 很激进 激进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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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容量 所以 他们夏天 专门有program 出来说 哪些地方 要到那个地底下 那个时候 交兵啊 把它盖起来 把它overload 要到cooling 因为他们 肯定都告诉他 这几个地方 你要去 放兵呢 所以 真正要讲住的事情是 但是 现在 我相信今天在这里 重点一定要拿出来 马上 要回去想想看 就是说 重点 重点 你马上要住 你这个态度怎么调 你怎么调 你要challenge 你 现在这个是 还有 你发觉 你 为什么不能调 可能有些原因 也许 最后面的walking 太 太低了 那是不是有办法 把这个 把这个问题解决 是不是有的地方 要装capacitor 有的地方要装reactor 有的地方 晚上天下太高了 我相信 晚上天下太高的情况 我可以smile 假如说是 好像你们这些 不太用reactor 对不对 有不然 你们都不用 不用了 有不用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challenge 还有这个reactor 什么是on 什么是off 你搞错 你搞错的话 就是为了los 照你们什么算出来 只有3.7% 我是绝对不相信 没有这种事情 你们自己想想到地底下你们在丢多少店 地上 地上丢多少店 你们都不要 哎 你们量不量呀 我认为 需要量的地方太多了 像你们这个苏电县 居然是 假如每个天他都接地里 哎 你要给我量量啊 你不要 你什么 你到底 还有 你们像 你们这个 三次斜坡怎么 在什么地方怎么溃起来的呀 然后 你们应该怎么去 怎么想办法把这些东西 使我们 所谓 发电机的油量多少 最小的油量多少 你现在 很多发电机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depress 它的油量嘛 所以今天是 讲到要缺点 不怎样用人气 排列自己的总公司里面 都把它温度烧得很高 这种苦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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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没有吃鞋 我告诉你 没有吃鞋的事情 少做 我告诉你 我现在 这个 讲到这个 conservation 我们讲的这个 conservation 属于这个program 原则上讲 大部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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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低压 那一段 运转 但是 像 陈在想讲的 像灯啊 这些东西 所以 实际上就是 老公信 你送他一百个欧 他也不会comprime 当然 他灯光会小一点嘛 这种第二层次的问题 不要把那个小问题 从大问题上换回一台 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 你在尖锋的时候 这个 怎么 假设最大的挑战是在冷气机 他为什么尖锋啊 为什么 最主要就是因为有冷气机 其他的时间 因为没有冷气机 所以 冷气机的效率要提高 这个是大家要努力啊 我是绝对赞成大家用冷气机 但是绝对是赞成 使冷气机的效率要尽量提高 你电力公司有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 如果 你这是国家的电力公司 你真是旁白 私人电力公司 老实讲 对这种program 不是要有压力才使它做 因为私人电力公司说 我要去投资 我要去那个 使你很有效 但是呢 我的收入反而减少 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不过现在你们是电不够了 还要造恒冷电厂了 还要搞这个东西了 搞青剑山就是怎么样 你们尖锋的时候 我 我的意思是讲 你们尖锋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时候 就是 越尖锋 丢的电越多 这种事情 还能继续做下去吗 那这个暑假就是 今天把你们请来 最主要就是说 不必要搞清楚 马上要搞所有事情 也许不是还要时间 但是马上要做 马上要做 你们要回去想出一套办法来 我整个调我的态度 至少我尽得努力了 我这个调啊 使我尖锋 可以 减少 而你弄得下来 我今天讲了 你们这种VD Connection 火上加油的东西 因为使它减稳 使它不平等的状态 减下来 越缺烈 越缺烈它越作乱 越缺烈 所以最主要就是说 第一步 我们去装别亮 这个暑假马上要做 马上要行动 就是 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TAP 在每一个时间 你要非常努力地想想 应该怎么跳 假如你努力想了很久 你马上会有办自动的办法 然后 你就可以 告诉那个边缘区的厂 你假如造不出这样的边缘区 我不买 这个一定造得出来 台湾这种 有什么简单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 根据什么 根据你这个亏限的资料 这个亏限的资料 你一定要送上去 将来这个亏限的资料 怎么送了准什么 你问在现场的人 现在没办法量 这是一个量 量的那个 而量 我说说 量的这个电表 应该马上 这种东西还是什么 现在还没有住出来啊 应该赶快住出来嘛 不住自己也会住嘛 任何区道也会住嘛 这种 这种电表 我就想 最简单的电表 就是positiveness的用 马上就量出来 并且 斜播 至少三次斜播 马上量出来 这马上可以住啊 这个 没什么 这一台有什么技术 就是要不要住的问题嘛 你方向对了 你们这个 你们有个问题 就找存在相 他非解决我 就是说是 他也要找几个帮忙的人呢 你们一定会有些问题 但是 不要说 不要说这是 你住会有进步 一定会有进步 你说 住的绝对最好不可能 但是 你们现在住绝对会有进步了 所以 这个voting control 是最简单的一个东西 那 这个 这个 conservation 问题 有时候大家有点 有点 尤其是一天那晚讲降压 这个 我怕这个 这个 有点 有点 不是说 我没叫你降压 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啊 仅仅就是说 你 instead 你说 我有自由度 在这一段 楼梯中间 任何我都是对的 我现在要求什么呀 从未放进去 在哪一个时间 尽量给他最好的电影啊 我说 不是尽量最好 尽量回住 照着要尽量的做 用你现有的东西 你怎么会尽量 就是这样子做 你今年夏天一定就有成果可以赚钱 那这里面就是说是 要发动更多的人 更 更多的人 出来参与 我相信 在这个中间 我们也发振 发振 人才 会发振人才 并且是 这个 这个 大家如果有说 有一点竞争的话 会做得更好 好 谢谢啊 我在这里 刚刚就那个 曾在乡老师 教授所 所说的那个 损号 这个 我是 这是灯力 灯力变工的信 的低压 低压 低压的部分 还是高 全部都有 就是整个配电网 高压也有 高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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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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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就配电网 那这样的 特地拼工的 占品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特地拼工的 每一年的 高压能量 多少 全部系统的 11% 一年 一年是 2300亿度 2300亿度 11% 11% 21% 等于 51度 51度的 3% 1% 墟 不 0% 1% 超能量 本身 減5× 有直接的官網 官網裡面有很多資料 都是很寶貴的 都是陳教授的論事室 還有手機打成什麼東西 就會出來很多人的資料 還有今天的會議的進入 我們都有錄影 讓大家有一起在review的進入可以看 希望大家都能夠共同努力 來客人 這些備方都對 謝謝各位 謝謝 做個小廣告 宜蘭人文基金會 你們Google 宜蘭人文基金會 這個很多的資料在上面 包括一些錄影錄影這樣子 陳老師長 陳教授 還有陳老師 還有我們西貴處的劉務所長 各位同仁 我想剛才 陳老師還有陳教授 在前面都有講蠻多 有關於人像壓運轉 其實陳老師跟陳教授講的不太一樣 各位要記得 不太一樣 一個是最有效率的運轉 陳老師講的是最有效率的運轉 那個剛以那個冷氣為例 是最有效率的運轉 剛剛陳教授講的是 降壓運轉 降低能量能源的使用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我們要做的路過監峰 陳老師講的路過監峰這段時間 就是降壓運轉 就是降壓運轉 我相信加壓運轉這個概念 在台電來講 事實上是有點顛覆 我們以前的想法 以前是說 我們盡量在額定電壓運轉 因為我們電器設計的時候 都有它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我盡量在額定電壓的時候 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的概念就是 盡量在額定電壓提供給用戶 讓用戶可以用 整體來講是效率比較高 是當時是這樣的概念在做 但是為了因應今年的夏天的經濟 這個時候可能 西歸處還是調度處會下指令 降壓運轉 我想那個時候 我們的整個電壓 在便利所的輸入電壓 就會全部調降 同步調降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以這樣的概念來講 因為我現在直接想說 我們怎麼做 怎麼做的概念 為了度過今年的夏天 今年的夏天 在做降壓運轉 就是比較前面型的 時間到了在夏天 肩載的時候 就是白天最大時間 可能就降壓運轉 配合調度處的指令 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接著我們開始要思考 就是陳老師提到的 如何做有效率的運轉 有效率的運轉 有效運轉事實上就是 讓我的冷氣在 譬如說我設定28度 那我的壓縮機在運轉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的電壓應該供給它多少 讓它的效率 在這個時候運轉是最有效的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做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要做一個基礎的分析 就是所謂的剛剛提到的 low window的這些 一定要做起來 那做起來之後 接著我們要去分析 我這一條溃線在什麼時候 在每一個時間的那個時點來講 我整體的summering起來 或者整體效率是最高的 那我的主變就要設在那個地方 就要設在那個斂壓等級 到時候送出去的這個斂壓 可以讓整體的這一區的用地 是最有效率的 最有效率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先跟各位做未來我們怎麼做 那至於說剛剛講那個 明年度要做的這個最有效率的運轉這一塊 這是需要做時間的study 那我們會集中一個研究案 到時候再請陳老師 陳教授這邊 看能不能協助我們 把這個演講做一下 也就是我們做一些 low window的這些作業 都做分析起來 然後配合可以做的 像AMI我們蒐集一些資訊 盡量讓我們的分析 能夠更成熟更好 讓整個的這個最有效率的運轉這一塊 能夠實施的更更徹底 那如果說這個部分做好研究之後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那個RPDC 就是調整電壓的那個部分 會做設定好 會設定好春夏秋冬二世紀 然後配合禮拜六禮拜天 各種不同情境 然後把我的每一個主變的電壓的設定 在什麼時間點它應該設定到多少 那個把它自動射出來 射出來以後呢 我們是放到電腦裡面 然後用電腦去自動控制 讓我們的用戶的設備 在最佳的效率之下來使用 我主要是說 這個 在尖峰的時候 在今天尖峰的時候 這個尖峰並不表示 降壓一定是一定是可以接的 事實上尖峰就是也是指 所謂這個consultation vodic regulation 最主要它的詛咒還是在 它這個接人 主要還是在建築在提高用電器具的效率 那麽這個用電 那一般講 那一般講 就是說 在 我說在local的那一端運轉 在most of time 在美國的話 有些電力公司 為的要 為的要 這個 就是好 我白天啊什麼 照樣 就是運轉 然後 在晚上啊 我特別降壓 白天不降壓 就是白 光是晚上降壓 這樣子就是得一做 這樣做 也是就是說 達到 達到這個 最大的效果 所以很多電力公司 就是這麽的做 那換句話說 在台灣今天 就是說 CDR並不表示說 在真正最熱的時候啊 最熱的時候啊 主要冷氣機是最大的用電 那那個時候並不表示說 一定是降壓 可能是升壓 我就說 可能是升壓 所以 所以 把這個conservational voltage 一定 一定 把中文反稱 降壓 有一點 我認為有一點 有一點 這個 有一點 差異了 但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的目的 不管是conservational voltage 即使是降壓 它因為降壓 基本還是提高效能 因為我講 平常我們曉得 大部分的馬達 大部分的這些東西 實際上 在most of time 它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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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load 運船 它並不是在overload full load 運船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在 主要就是說 我們的觀念 實際上 並沒有說 改變 你正規的這個voteach的range 從前建立公司 住電力公司 我在這個range 任何都是對的 現在呢 要更進一步 我要 最合適的電壓 這個合適的電壓 如果是高也是對 也低也可能 高也可能 那 但這個東西 我們很容易 你們回去 很容易做事業的 如果你 你把它太不改變 我告訴你 這個送出去的電 會不一樣的 你們自己馬上回去做事業 我就告訴你 我們做過很多蕭兵生的 兩個消費生的 A B 一個A 我什麽都不管你 這個B啊 我來電壓控制 欸 你看這個多少電 我住了兩個月 我把它佔了 然後交換 換過來 欸 這個 我什麽不忘了 這個控制了 所以 所有的蕊造看起來 像這種 差不多3% 講到3% 3%就是一個合適點 這是我講的一個合適點 所以 這個東西是 就是說是 電壓 要變成一個 最主要的觀念 我隨時隨地啊 希望能夠 當然 我說 我 我就是降壓幾個%的 其他我什麽都不管了 你也會做成一滴孝順的 就是說 這是 你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什麽呀 我就是降壓啊 然後我其他什麽都不管 OK 這當然也有成果 但是 這個倒太容易了 這個太容易了 所以我說 你要做得更好什麽呀 你是不是走到每年會現象去做文昌 因為這個太破洞洞 這個沒有什麽太大了不起的東西 將來我這個太破 我要做得更加的精細 我要 我要 我要把這個變壓器的設計啊 我的規格都定出來 這個一定造得出來 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東西 然後 我要更加的自動化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原則上 我相信 這個 講的是一樣的東西 不是太大的不一樣 就是 我 我也覺得 就是 提到降壓兩個字 有一點 不是太清楚 就是 假設 郭子說 就是降壓 就解決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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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什麽細口唱 那今天就降壓嘛 那已經做完了嘛 我就說 那是演鬼做 我是說 但是 我希望你做得更好 我走到每天虧線上的一支文章 就是說 因為你們 你們比誰都了解這條虧線 就是不是 一個指定就可以解決的了 要做得更細 所以我是說 要把這些人都找來 那假設幫助加壓五個分子 這些人都不需要來 這是要他們來做 就是說 然後 看看他們 但是我認為是一定可以 但今天為什麽要做 你們去電嘛 你們 你們去電 還想買新的發電機 你 你 买個新的發電機 要多少錢啊 你現在 這個 這是應該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認為沒有什麽困難 畢竟 你也不會有什麽危險 我未必叫你住很 住住住什麽 沒有什麽 就是 但是你 畢竟我希望住 在住中間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人才 還有方法 還有大家可以互相交換 努力住 實 我是看見我們開過很多的會 會開完就完了 我是希望這次 這是宜蘭基金會下這麽大的追星 我們做出一件事情來 讓陳董事長 開心的 使他笑一笑 他要叫我回來啊 不然打了多少電話 叫老說 我現在都不敢回來 因為到什麽地方 我都是最老的人 只是老人都是 人家 你這麽老了 還出來 講什麽廢話 對不對 但是 我是感覺到 這個電力系統 如果把大家的熱血都打出來 你會使他進步 這個進步就是 就是說靠所有的人 我們 但是這個觀念 我們的長度 這種觀念 我的補充其實也是澄清的 因為啊 我們講的西風 一開始我講是調壓節能 但是大部分的狀況是降壓 可以得到這個效果 但是啊 你要做的是在 這個 比較偏 在合格的範圍 比較偏低的 所以我講的跟陳老師講是完全一樣 因為陳老師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冷氣 但是我講跟他完全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一條溃線 你只調一個地方兩個地方 但是你要顧到所有的用電設備 所有沿線的電壓 所以你要先掌握每一個設備的特性 量 你才可以做修壓 這個都沒有差 所以你要對對備設備都沒有差 負載裝都沒有差 完全是一致 但是反而跟王處長講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說我要特別澄清 就是 你到了夏季尖峰 你做的降壓 不是我講的降壓節能 你的做法如果將來做了 有什麼問題啊 其實都不是我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那個降壓 你完全沒有去考慮 所以最末端是不是已經超出過低了 但是為了要救你們自己的這個 這個欲度啊 讓這個備設備不要太低 你做降壓 但是那個降壓不是我們講的降壓節能 那個是緊急的狀況 是你們這個 其實你們現在已經在做了 其實我也知道了 但是那個不是降壓節能 那個只是為了要降低負載的耗能 但是你就會發現它會影響到效能 那現在的降壓節能 在我們合理的範圍 現在非常多的設備 你在那個地方效能不太會降低 但是你耗能是會降低的 所以我們講的是這個 絕對跟你講的 到了夏季尖峰 大家一個指令下去 管他哪一條溃線 末端電壓怎麼樣 狀況我都不了解我就調了 但是那個跟我講的是不一樣 所以我這個地方要特別澄清 那個不是我們講的西薇亞 你不能用西薇亞 你可以說我是用這個降壓的技術 來讓我的倍轉容量率 讓我的負載降低 但是絕對不是西薇亞 所以我想我要澄清這個 免得到說 那個是我們出的主意 不是絕對不是我們出的主意 我們是可以節能 是合法的 合理的 又是有利的 這個才是我們建議的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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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